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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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我們的星島新聞集團 Jock Market的卓越僱主大獎頒獎典禮 事不宜遲,我們先問第一條問題 也想請教幾位 你們認為現今作為香港的企業 要做到卓越僱主的典範 其實是要具備什麼條件呢? 其實我們永遠 不可以說我們什麼都認識的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每一個企業 他在處理公司的業務 和員工的關係 都有他的一套 好像過去四五年 是一個很特殊的情況 一個很特殊的環境 那我們是不是說 鐵一般去處理事項 不行? 因為單不來 我又要開工 所謂開工 只是掃手指 所以跟員工 要有一個很好的溝通 你又真的不想 所謂炒掉工人 但你又沒有收入來支出 這是很困難的 大家可以坐下來商量 很多問題 好像我個人來說 都能解決得到 我又看看 航空業 在這個復甦階段 我們看到 為何有些復甦得這麼快 又有些復甦得這麼慢 因為它 直接地炒掉那些飛機師 對嗎? 但如果你把它保留 有些航空公司 確實是這樣做的 它停留身 留職 停薪留職 但是它 不能駕駛飛機 可以做其他事情 安排去其他工作 有些或者安排不到工作的 或者每個月 十分之一 無薪假期等等 我想最重要 大家保住工作 大家保住人才 大家都會開心點快樂點 到你一復甦的時候 大家又可以重新振作起來 那麼 復甦或者經濟復原的情況 我們也會快一點 幫到自己 幫到人 幫到我們特區政府 可以將復甦的部分 一路路提升 加快 謝謝林議員 我想問問何副局長 作為勞工求福利局的官員 你認為卓越僱主 是需要具備什麼條件才行呢 我覺得最基本的就是守法 如果不守法 我想就肯定不是卓越的了 但是守法之上 其實有很大的空間 我一直都認為 其實僱主和僱員 一體兩面 僱主不可以沒有僱員 你不能一個人做完 除非你只開一間市場 但是僱員沒有僱主 對於帶領他們一起去做 都不成為一隊人 所以我們怎樣可以 在這兩個去做 就是剛剛好像Jeffrey所說 這個是一個動態的平衡來 就是經濟差的時候 在合法的情況之下 大家怎樣可以共度時間 一起去做好公司的營運 因為始終公司營運 不是政府的一個運作 他們要有生意才行 但是怎樣可以在經濟好 環境好的時候 可以一起去分享公司的盈利成果 這個也是一個考功夫的工作 就是我們現在 尤其是現在在新的世代 我們現在很多人說 是2000後整頓老闆 不是老闆整頓職場 2000後整頓職場 sorry 所以這個00後整頓職場 這個新的世代 怎樣可以跟他們 這幫新進來這個行業裡面 我們新的同事 一起去做好 適應到現在這個互聯網世代 新的同事 這個又是一個很巧巧妙的工作 因為他們未必那麼喜歡打卡 可能溝通形式 就不喜歡說話 喜歡用WhatsApp 喜歡用文字 甚至是語音 語音都可能是老套 可能是 未必用語音 應該用字 所以怎樣大家的溝通模式 會好些 這個是恆常不變 永恆的主題 所以我想作為一個HR 一個卓越的老闆 就是一定會適應新的時代的變化 去跟新的同事 跟舊同事一起去做好這間公司 這個是必須的條件 劉會長 中華廠商聯合會 一直都自力為工商界出謀獻計 你對僱主的關注 我相信大家都覺得你是很有看法的 你覺得卓越僱主又需要些什麼條件 剛才見到在座那麼多位得長者 他們都是很卓越的僱主 在他們身上看到 就是要除了人工高 福利要好 見到大家對這個僱員的關係 都是處理得非常之好 特別是大家的信任程度 所以我覺得HR應該不是resource 是Human and Relationship 如何保持到員工對僱主的信任 我覺得這個才是好的僱主 因為現在員工看的不僅是你的工資和福利 還要看他的歸屬感 他在公司做得開不開心 他的工作環境是怎樣 這幾方面 我覺得一個好的僱主是顧及很多東西 很多方便 但是這幾年都經常聽到僱主說 聘請人很難 特別是聘請合適的人更加難 也想請教一下何副局長 現時香港人才供求方面 情況是怎樣 我想現在我們香港的供求 相對好 可能早兩年大家如果做HR有懷疑 正如我所說 早兩年是很緊張 像是音樂以輪轉 你跳去各間公司 各間公司就跳過來 就是這樣 但是今年似乎 我們聽到市場的情況 確實是好一點 失業率 我們都已經長期是2點多 在疫情之後 但是我們有很多不同 新的人才來了香港 正如我所說 還有我們特區政府 很多新的人才引進的計劃 無論在高中前線端都有 所以最重要 我想HR 現在選擇會多了 但是問題就是大家要善用 我們這些計劃 去找你們合適的人才 都不是在香港 香港我們僱資源 我們會用盡 我們特區政府所有的資源 去給局委的僱員 或者在讀書的小朋友 可以找到自己想找的工作 如果這一刻找不到工作 我們已經有 都加了資源給大家 去再培訓 去再讀書 去找到適應現在這個時代的工作 我們已經給盡 大家還有新竅 可以再給我們 再給多一點 但是如果在這個前提之下 都不夠 我們歡迎大家 去其他地方找人才回來 所以我想這個 我想是 所以怎樣在外地去找人才 我想這個是 反而是HR 界 可能要多一點的 花一點點工夫 因為我想這麼多年 都沒什麼試過的 那又怎樣 有些操作怎樣去做 然後在哪裡去找 和境外哪些partner去找 我想這個是反而 可能現在要認識的一個新技能 這個是 謝謝學副局長 那 盧會長 你覺得現在 香港人才的情況是怎樣 你又覺得 可以嗎 還是你覺得 都有失限的情況 發生著 香港現在的人才是很短缺的 即是人手那方面 我們都看到 因為疫情之後 很多的生活習慣改變了 而且經過疫情 很多人可能流失了 有些可能轉了他的工作職位 或者是有些可能離開了香港 還有我們人口老化 出生率低 還有現在年輕的 很多時候他們可能讀完書 未必出來投入這個勞工市場 可能他繼續去進修 或者做其他事情 還有很多是做自顧 做一些網紅 那些 整個勞動市場 我們是缺人的 尤其是在一個中低層的員工 流動性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其實整體我們都需要想想辦法 很感謝政府 有很多補充計劃 勞工補充計劃 和人才通的那方面 都能幫到我們的 謝謝盧會長 林議員 我知道你一向都非常關心 本港企業和人才發展 依你所見 企業現在在加強營商優勢 和人才競爭方面 你覺得遇到甚麼困難 還有有沒有舒緩的建議 可以給大家 香港我覺得 是一個 很有 憧憬 很有優勢的地方 所以你不要互聯去看 一些雜誌 一些報道 看星島就行了 看東州就對了 那當然了 你說到政府政策那方面 有關工商經濟那些 我們都希望他聽多些業界的意見 因為始終我們是 這個界別的運作者 我們是很了解那個實際情況的 你說香港人才那方面 是不是出現一個短缺的情況 如果是的 就是怎樣去吸引更多的人才來香港 我覺得這個是個個都關注的 其實現在我們看到 政府都出路多招 那 吸引到人來香港 我可以很坦白地跟你說 吸引到 但是有很多時候就不是說 一時三刻 你就可以看到的成效 最近這兩天 都有一個宜滿話題 就是說公務員加薪 你受影響的 你不受影響 你說有些人說 3% 不是很合理 有些人 不合理都有兩種 太高 太低 但是政府就要把關 要平衡各方面的情況 那 我跟政府都說了 我說 你不可以只是用一個制度 你比較商界的 商界其實已經改變了 多勞多得 用一個bonus的制度 去處理的 其實這個很受諾 所以 用這個方法 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 還有一件事 在那個人工那裡 不要說一件事都要看齊 最重要是 適合我們的市場 我們要發表多點意見 政府聽多點 特別是我們業界的意見 香港人才方面 未來我相信 陸續有來 香港配合這些人才 我們的發展 會越來越好的 但也想請教三位嘉賓 你們認為現在在人才方面 香港現在就業打工的優勢 又是甚麼呢 企業又可以怎樣掌握 而吸引到人才呢 剛才林議員都說了少少 不如盧會長也跟我們分享一下 香港的企業的優勢 第一是我們政府對勞工的保護 和福利是做得很全面的 所以在香港做事 福利很好 假期也有很多 也有很多的勞工條例去保障 例如退休等各方面 另外我們香港企業是多元化的 有很多不同的國際企業 這也是競爭優勢 加上我們在內地 都有我們的分公司 對於一些就業人士 他可以有多些不同的發展空間 可以去學習不同的市場 這也是一個機會 所以加上我們現在香港 尤其是我們發展一些新興產業 都可以吸引一些新的人才來到香港 那林議員有沒有補充 我覺得企業 香港的企業 真是得天督口 好像這幾年 我們得到政府很大的支持 我們得到金管局銀行很大的支持 不是拆你的鞋 不過我都會賺你們借錢的了 那 因為 你知道過去那幾年 真是一個不正常的情況下 我們仍然 那個所謂 倒閉的店鋪 失業率 真的不是那麼高 這些就是我們整個社會的配合 所以在這一方面 我們繼續 只要你相信我 我相信你 大家攜手 合作 向前我覺得 香港真是 當然 這句不能走的 背靠祖國 哪裡有地方 有我們 香港特區政府的優勢 所以未來的發展 人才那方面的吸引 我覺得都是 應該向好那方面看的 大家齊心協力一定會越做越好 何福局長 你覺得現行和將來的政策措施 怎樣可以吸引到人才留在香港 成效和展望 你又怎樣看呢 接下來我們會 現在我們開了幾道集 無論高中前線端幾道集 是開了 大家剛剛所說的高財通也好 即專留港計劃也好 或者前線的補充勞工計劃也好 高中前線都有 我們接下來這一年 我們會做得更加仔細化一些 我們在今年第三季 會推出我們的人力資源估算 即是我們往年做的 我們是整個勞動力 整體三百多萬勞動力 未來幾年是多了還是少了 但是今年我們做的 會是每個行業去做 那麼我們每個行業去做 就知道會計界多了還是少了 或者是保安是多了還是少了 又或者是哪些行業是多了還是少了 那麼我們就可以更加因應 那個行業的需求 去製造我們一些的政策 例如我們在人才清單上面 是不是可以有些調整呢? 或者是在本地的再培訓上面 是不是可以在哪些行業 再多些去培訓他們呢? 或者我們再調整 例如本地勞工 如何可以再吸引他們出來上班 例如我們現在其實很多 高學歷的媽媽寧願留在家裡 去照顧小朋友 因為他們現在學校的壓力都很大 那麼我們 所以我們今年已經會在七月 推出一個再就業的津貼 如果你是一段時間沒有上班 再出來上班 我們會給你一萬元 那如果再做足十二個月 還是什麼呢? 就再給多一萬元 所以我們有一個精準的數字 就可以有一個更加準確的政策 可以吸引大家出來去做事 當然我們不是希望大家做到七六八十 都繼續做 即是我們是 即是我們中高年就業 雖然香港老化 在某個年紀 大家都給一個選擇 大家可以做可以不做 但我們真的不夠的話 在其他地方我們都有一個數據 有一個原因 在哪裡可以引順 或者引順哪些人 我們就可以更加精準去幫助香港經濟發展 因為我們以往香港經濟發展 可能是完全由市場到向的 現在可能會有些配合香港自己的政策 以及中央的政策 我們一起去做 可能會更加精準一些 亦都想問一下盧會長 你覺得在協助業界方面 可以怎樣加強勞固雙方國際競爭力 勞工這方面 剛才局長說了幾個方向 可以吸引多些勞動力來到香港 其實企業我們都可以做一些事情 例如我們提供多些實習機會給年輕人 這樣吸引他們在我們的行業裡面 讓他們及早知道行業的發展 和他們將來是可以有什麼發展機會 另外我們都要跟多些 好像這些平台 招聘的平台合作 以及跟一些學校去合作 譬如我們 很多我們現在在做 很需要IT人才 需要技術人才 因為我們在說數碼轉型 在說新的工業化 這些人才我們可以跟多些學院合作 可以吸引 不單只是在本地 還有可以招聘外國的學生來到香港 補充我們的勞動市場 還有其實我們吸引一些外國的人才來到香港 整個家庭可能有小朋友 那些都是會有另外一些人才出來 最後也想請教幾位 從營商角度方面 你覺得企業還有什麼地方 可以更加善用資源 以發揮本地人才的優勢 特別是AI 人工智能 可以怎樣應用 在人才管理和發展方面 那不如盧會長你先說 好 我們現在都要利用很多人工智能 智能科技 自動化 希望 都希望我們的員工 可以 工作上 可以舒適些 例如有些 厭惡性的工作 以前沒有這些科技 可能 有些味道很難聞 他做不到 變成現在 對員工更多保護 利用多些科技 亦都可以令他們彈性上班 例如遙距工作 各方面 希望可以讓員工可以留在那裡 舒適些 即是讓員工有一個舒適 開心的環境 去繼續工作 那林議員呢 又有些什麼看法 AI 我一直都在推廣 我自己都用了很多AI 在那個人手那方面 可能我用了AI 一些智能 我可以縮減一些人手 但我只是調配 即是香港現在 你看到 失業率仍然是這麼低 我們仍然是不夠人用的 如果我們怎樣去善用 這個科技 AI 來幫助我們發展 我覺得 是完全配合 我們這個大道理 即是香港向前 科技 和各方面的合作 明白 那何副局長 有什麼建議 我覺得 其實我們 HR界 其實我們 我不知道有多少公司 是用了一些 OA的軟件 即是那些 其實用多一些這樣的軟件 可以有一些新 尤其是可能配合一些 剛剛所說的AI 就可以發掘到一些同事 我們以前可能見不到的 一些特點出來 因為我有一輪 我當年還是做議員的時候 我自己都用了一些這樣的軟件 其實會掘到一些同事 我們平時在一些 日常的報表裡面 看不到的好處出來 所以 用多一些這樣的軟件 當然大家的經驗很重要 即是他們是輔助大家的經驗 去再做好公司的日常管理 所以 多用這些軟件 無論哪些公司也好 Microsoft也好 內地也好 用這些軟件 去幫助我們整個公司 智能化去管理 我想這個 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多一點 走多一步 好 非常感謝三位 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關於人才管理 以及不同的科技 可以應用在我們工作上 怎樣可以令到我們吸引人才 留住人才 我們先給我們三位嘉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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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